第四百六十回 一彩 李妍眼前充斥着一片琥珀色 视角不断地拉远 那琥珀色却无穷无尽 终于 在无尽琥珀色的一角 李妍看到了流转的苍白色漩涡 她好像被人推了一把 一头扎进白色漩涡之中 一片苍白中 她看到了无数的黑色线条 这些线条不断地扭曲摆动 一切你能想象到的事物 这些黑色线条都能勾勒出来 它们变成天空 大地 海洋 火山 无数的冰山 变成极形怪状的植物 变成无边无际的火焰 变成仓皇逃窜的原始人 变成飞天遁地的奇异野兽 可是 无论这些线条组成什么 组成光怪陆离的东西 它们依然是黑白亮色 像是不上色的工笔画 有一天 这些线条分崩离析 这些没有颜色的东西 都不复存在 李妍被人推着前进 偶尔能见到一些或深或浅的鲜亮色彩 却还没有看清 就错过了 终于 她的视野停下来了 眼前是一名墙堡中的婴儿 只有寥寥几条黑线勾勒出来 但也算传神 婴儿长大成了少年 繁琐线条开始丰富和曲折 她的手里 也多了一支线条简约的长剑 也就是这个年岁 这少年有了几抹浅浅的颜色 嘴唇是红的 脸蛋微微发黄 但颜色太浅了 不留心 很难注意到和其他线条的差别 少年剑客 舞动常见 年岁剑长 她身上的色彩越发浓郁 李妍亲眼见到 这剑客在飞黑即白的世界中 舞动常见 亲眼见到 她的线条逐渐丰满 灵力 鲜明 甚至 开始有了质感 她所见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么苍白 简陋 只有她自己的颜色 越发的鲜活明亮 等到她长成了浓眉阔木的青年 整个人简直要活过来一样 但她面对的 依旧是黑白两色的瓦舍 酒馆 牙翼 官兵 依旧是可笑的线条 这个鲜亮如火的青年 在黑白线条中 辗转了不知道多久 终于 她开始衰老 她身上的线条开始松动 脱落 可她美丽的色彩 却越发的鲜明亮丽 最终 她身上的线条 自顾自地拆解开 她 终于死去 而那些色彩 从线条的破损中一散 缓缓地飘向天空 飘出了苍白的漩涡 和 不知从何处的其他色彩 汇合起来 不知道 飘散到哪里去了 突然 李延恢复了行动力 她立刻抬起手 却看到一只黑色线条 勾勒成了苍白手掌 她低下头 自己的双脚和大腿 同样是黑色的线条 身上 倒也填充了一些色彩 只是那光彩很淡 充其量 和那剑客十八九岁时的色彩 相当罢了 她张簧四顾 脚下的马 是黑色的线条 院子的水井 齐帆 木轮 院墙 都是工整的黑线勾勒 四下的人 窃窃私语 是脸色苍白 目光呆滞的黑白画像 人群中 一名将军模样的画中人 两片嘴唇不耐烦的息动 世界 一片寂静 一道掐服的手 湿湿然拍来 李延猛地握住这纤细的手腕 龙像般的力气 能够拧碎钢铁 肥肥腾得直咧嘴 李延反应过来 她松了手 连忙翻身下马 冲肥肥作医 末将莽撞 冲撞小高宫了 肥肥捂住手腕 扁着嘴 向李延还礼 才脆声声地说道 李政府 天道之浩渺 其万一也非世人能理解 使尊说过 天地者万物之逆履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你我只需明心正气 做好自己的本分便是 切勿胡思乱想 走火入魔啊 李延嘴角一鸣 手叫了 她望向四下 那些个牙役官兵 一脸不愤的魏喜海 低头不语的千丝奴 还有肥肥身后的侍奉道同一干人等 心中突生一股欲结之气 半天才重重地吐出来 千丝奴马辽上千拱手 李政府 我们可恭候你的大驾多时了 若是没别的缘故 不妨敬堂议事如何 李延面无表情 我周车劳顿 实在熬不住 商议大事更要周全 不能一蹴而就 我想先洗个澡 吃两口热粥就咸菜 再来一试 千丝奴眼珠一转 倒也何情 李延哈哈一笑 他拍了拍千丝奴的肩膀 一招手 汉将三叉戟飞回了李延手中 三叉戟感不住地颤抖着 至于那枚深红色的虎头印记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只兵器的年代 实在太过久远 奔云大妖的残魂 也脆弱到了一定的地步 若是寻常人得到 只是借助奔云附身作战 其中残魂倒是还能支撑 但却禁不住和李延 在幻象中不分昼夜的厮杀 这回李延突破 也彻底宣告奔云文的消亡 可怜那枝其连得到汉江三叉戟 几十年来爱惜如命 结果落到李延手里没有两天 奔云文彻底损坏 汉江文 也只剩下不到两浆之水 造化全归了李延自己 李延把三叉戟挂到得胜沟上 叫人迎战进了客房 魏席还老大不乐意 但看到小高宫肥肥 已经打着哈欠离开 也冷横一声 没有发作 不须片刻 小厮烧好了热水 准备了芋头 李延秉退左右 解开甲皱赤身下水 眉头才逐渐舒展开来 他攥住拳头一使劲 全身上下 发出嘎吱吱的爆响声 连同眉目筋骨五官 都发出肉眼可见的变化 甚至个子也高了一点 可最后再看 似乎和一开始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没有初看上去的 那么盛气凌人了 休士雅客 李延从未像今天这样 如此透彻地了解 自己身体里蕴含的力量 李延闭上双眼 只冥想片刻 便看到巍峨冰山上 盘旋着白雨红霉 周身环绕七座紫色帘台的 半人生少女 能见到在山间跳跃 青头白身 闪电营绕的凶恶白猿 她还能看到冰山巅峰上 盘坐的自己 那个自己身上 萦绕着浓郁的水汽 眼中有金色的树桶 她能察觉 地女姑或身上白色的羽毛 没有过去鲜亮美丽了 反而生出了 触目惊心的血斑 少女的面孔 也不负往日安宁 甚至有些争鸣 多了几分恶鸟姑或的本色 少了几分 北极巨九凤的神性 这便是引爆鬼车连台的恶果 而吴之奇 则更具有灵性 但也更冷漠 李延观察她的时候 甚至能感觉到 这只青头猴子 也冷冷地盯着自己 李延也能察觉 全浪海鬼的力量根源 是来自皮肤和经络 和外界水气的呼应 在向里扩散 强化内脏骨骼 还有天命雅克当中 已经点燃的图谱能力 诸如秋日雅克 抵抗先锋 手术元素等等 这些基因能力 像是一个个将灭未灭的火种 有相当的潜力可以开发 自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锻炼 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至于那些没有点燃的图谱能力 李延也能窥进一些蛛丝马迹 甚至以后可以尝试主动锻炼 来达到点燃图谱的效果 孤祸鸟 无知旗 全浪海鬼 天命雅克 过去的李延操控这些能力 像是少年时 自己耍弄四五样沉重的兵器 依靠童子宫的底子 好像哪一个都有学有样 其实过于博杂 只发动一向还行 一旦几种传承和能力之间需要切换 或者协同 李延的反应会比平时慢上很多 拥鹿者 容易被这远远超过同级的战斗能力所威慑 强大冷静的好手留心观察 就能找到破绽 这也是莫当初指出来的缺点 如今的李延 依靠突破的专精古武术 却能做到如臂指挥 且形成独树一帜的作战风格 但是 枪剑七大行 虽然李延只体悟出了一个框架雏形而已 但这已经超出了他能把控的范围 枪剑七大行的基础构架 其实还是齐连山人杨三井的毕生剑术 这与任何超凡力量都没有干系 只有最纯净的剑术理解 别说李延 就算是太岁 曹元朝 这两个同样依靠近战类专精起家 如今已经站在果树顶点的延伏行走 也不能完全体会其中的妙处 至于枪剑七大行的威力如何 只有对敌时才能体会了 李政府 门外传来敲门声 是卫习海手下的吐司兵 几位大人催得紧 我晓得问您一句 何时能到大唐议室啊 没等那士兵说第二句 李延已经换上干净衣服 推门出来 冲他说道 头衔带路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双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